词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穿过倔强的模样 我又凭着黑夜里的光 会在与其长的向往 踏着生命之河不忘之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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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还好好的 怎么今天就受伤了 是不是遇到仇家了 少侠 你好歹也吃点啊 这样烧好得快 怕到从小流落事情 见多了各式各样的人 我断定少侠此刻 一定是虎落平阳 要么就是背负血海深仇 白天是不是 刚跟仇家大干了一场 如若你再多说一句 我就了结了你 别别别 少侠 不 师父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但一定不是庸俗之辈 我阿斗一生孤苦 何时死在阴沟里恐怕都无人呢 不认真知晓 若是能跟着师父轰轰烈烈一场 就是死了也值得 走走 信了 师父 怎么有官兵了 这么快去从容恩寺查到这儿来 容恩寺 我白天听说 驻守容恩寺的官兵被人下了毒 难道是你 你 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人 敢对官兵下手 师父 你果然不是一般人 杜兄 想不到这么晚了 杜兄还在此办案哪 杜兄 杜兄 怎么来了 听闻这品香斋的糕点是全昌安最好的 我家夫人吵着要吃 我便亲自前来探探这糕点的玄机 刚行至楼下 不想却被士兵拦下 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杜兄在这里办案哪 杜兄的消息真是厉道 怎么还着火了呢 看来今日我这糕点是买不成喽 义父 方公 方兄 你真要养虎为患 杜兄 此话是何意啊 方某实在是糊涂 杜兄啊 方某要告辞了 我得赶紧回家跟我那夫人复命去啊 告辞 师父 怎么着火了 义父 这火来的蹊跷 恐怕 义父放心 我定将此事车查 不用查了 有人想要保他 就不会留下尾巴 难不成 这火是房公放的 先不要妄家猜测 品香摘今日空无一人 应是那人也不想伤疾无辜吧 撤 先派人救火 好 师父 这么大的鼓 怎么办啊 不了 我要禅 earthquakes 我 pry 不走 走 快…… 快走 快 росс 唉 师父 等等我 停停停 师傅 师傅 怎么突然着火了 还有那梯子 好像是有人提前 给你准备的 这到底怎么回事 师傅 你怎么什么也不说啊 用火把我的踪迹 烧得一干二几 就不会给我 存在过的痕迹了 那且不是帮了你 帮 阿娘在容恩寺 尸骨未寒 我绝对不会 令他们这个人情 容恩寺 锦夫人是你阿娘 知道太多 对你没什么好处 不管你是谁 你都是我师父 品香寨没有了 今后我就没有地方可去了 师父 你就让我跟着你吧 我再说一遍 我不是你师父 跟着我就等于 活在刀刃上 别烦我 我都会保证 放逸 属下在 你去近郊大营 传孤教令 就说 兄弟之罪 只于建成原籍 其于党羽 一无所问 殿下 这 玄武门之事非我所愿 不可再牵连下去 是 平地风波 卑鄙无奈 但愿风雨过后 大唐得安 百姓无恙 昌哥 你不是说 你要收下我给你 祈福的一百个护身符吗 可你一个都还没有收下 人缺不强 可千万不要有事啊 天上的菩萨 求求你们 一定要保佑常哥 逢凶化吉 平安无事 特勤 特勤 如何 功亏一篑 军中动乱已被秦王平息 怎么会如此之快啊 没想到他竟有如此胸襟胆色 竟将二王党羽进入赦免 一指教令 便化解了军中动乱 是我之前小瞧了他 那我们该当如何 秦王妃等仙之辈 继续留在长安 也很难再有所掌握 我们即刻离开长安 走一趟幽州 去幽州 去幽州 做什么 此次处使长安所获以化为泡影 富含向来多矣 若我空手而归 我那好兄弟定会大做文章 幽州乃长安门户 只有去幽州令某所获 才能堵得上他那种罪 属下明白了 方先生 我正准备到府上去找您了 老臣见过永安郡主 郡主 郡主可能尚未得知 今日早朝 陛下已经将秦王封为太子殿下 现主自然是永安郡主了 谢陛下声恩 郡主找老臣何事啊 方先生 我是想来找您帮忙的 长哥 长哥 我知道 房先生最疼爱的人就是长哥 我也知道 房先生一定不会抓捕长哥 所以今日来 我就想听您说一句实话 长哥他到底如何了 郡主 切莫担忧 这永宁郡主啊 尚未被抓到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长哥一定会没事的 郡主请放心 殿下和魏征交出来的孩子 老夫在他身上也花了不少的功夫 怎么会轻易地被人抓到呢 只是 他要吃些苦头辣 殿下传教令大赦之意臣明白 但臣始终以为 殿下不可进阶赦免 此意何解 天杰军统帅罗豫与李建成一向交好 若生反兴悲惩大患 还有李建成之女李长哥 将是我大唐交 可明啊 治安之本 为在得人 若朝廷上下猜忌不休 烂行科法 怕是要重蹈隋阳帝的覆辙 你可听说过一句话吗 乱后之话 岂消悖之言 臣孤陋寡恩 不奇怪 这话是魏征说的 玄陵方才还向姑举荐过她 殿下 魏征一向顽固不化 殿下想将她纳入麾下 恐怕不易 顽固不化 这不正合你的口味吗 先生 此事事事关长安安危 务必谨慎办事不留痕疾 另外 如今是多事直求 多拍些人手 把各个城门看紧些 别让那些漏网之鱼 给混了出去 请先生放心 属下会尽心尽力 为殿下办好此事 嗯 在这长安城里 也是需要躲的吗 让开 你在长安界能够当众修理兵草 你在怕什么 原来是你 你跟踪我干什么 跟踪你 是你撞了我 你想怎么样 东宫的人 没有归神为什么还能自有出入 与你何干 你干什么 干什么 有人来了 你这什么表情 搞得好像我欺负你一样 即日起 由府兵把守成门 把严查尽出 是 要不是那个小子 此刻我们已经出城了 另寻他法吧 先折回去 走 看来 魏贤马今日是 铁了心要睡到天黑了 望渡先生海汉 家父近来身体抱恙 实在不便剑壳 你父亲不是身体有病 是心头有病 家父这脾气 旁人说不得 晚辈替家父 向先生赔个不识 是 书役 你可有兄弟姐妹 家乡有三弟一妹 陪在母亲身边 儿父如此执拗 如陵云之木过刚一辙 他若催折 覆巢之下 焉有顽乱 只怕可怜了你们卫世 这其中的厉害 难道你心中没有权衡吗 晚辈明白 明白就好 你与我一子 好毒年龄相仿 他是一个做事有分寸的人 你可以与他多往来 见到他就如同见到我 我这么说 你能明白吗 李世民的伏兵 难道魏先生 先生 杜先生留步 晚辈会极力全收下福的 如子可教 这枚渔符是殿下特赐于你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们太子府的人了 可以凭此出入宫门 随时来见太子与我 这枚渔符 你也不凭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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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成 李元吉谋逆一案 守恶已诛 太子殿下向圣上请旨大赦 其余人等只要主动归附 便可免罪 盖不追焦 这个太子可真是宽宏仁厚啊 是啊 有这种太子是我们百姓的福祉啊 大赦 全都能缠锁 这真的偶尔 撑 让我们以后 把眼神的召唤 这个大赦 我 cry 他把他的召唤 为家义微如磊软 随时都有亲父之友 我如果对杜先生冷眼相待 我如何救我的阿姨阿娘 不过 诚哥 这是权益之计 你要相信我 我现在谁都不信 诚哥 殿下已经下令了 凡是主动归父者一概免罪 我何罪之友 要他来宽恕我 你没有罪 我也没有罪 大家都没有罪 所以你要相信我 我陪着你一起去 现在谁都陪不了我 我阿娘死了 他们都死了 诚哥 走了 渔府 他多半是想请渔府会入宫 他回宫做什么 他回宫 从我们走 我说你没问他 我不是他们快速 他回来 我还是很想翔尔 他回来 有龐子 他回来 我们有死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阿什勒不向来诡诈 与吕背蒙 不可以常理度之 恐怕近日的几场异动也是他们所为 近日晚了 你们先回去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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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恭喜殿下 陛下命臣 将太子之喜给殿下带来了 是 是 是 快 就先退下吧 微臣告退 好想有情 唱歌 出来了 你知道我在 你瞒得过别人 瞒不过我 我已让他们记一下 永宁郡主已死 你杀的东宫雪流成恶 为何愿意现在放过我 是终于良心发现了 顺水放个人气 多少安慰下自己 被罪恶敢折磨的良心 还是因为 我是一个 失去郡主身份的女流 不可能对你造成任何危险 江哥 冲 掉 掉 张哥 平手吧 就算付出信 我也要替我阿娘复仇 长哥 你走吧 殿下 殿下身技设计 岂可以身犯险 逆贼 你今日插翅难逃 把黎长哥带下去 是 是 住手 那刀本就属于他 我早晚用这把刀 夺去手刃我阿娘性命的 凶手 放肆 来人 将逆贼打入死楼 不 且慢 将永宁郡主 带入厢房 好生照料 殿下 您这是在仰虎为患哪 可明 孤累了 今日之事 不可向外界透露半个字 是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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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走 走 至少 公看 你父母要累坏了身子 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家派一备兵力 暗中守在厢房院子的各个角落 营造出守备涣散的假象 若他要逃跑 就地正放 是 怎么就找了这么几个人看着我 阿娘 我该怎么办 殿下 方公 老公 姑睡不着 陪姑下棋 是 好大的胆子 姑姑还没落子 你竟敢先行一步 殿下 难道不是在等人先行吗 懂姑者非房工莫属 长哥从来就不是一个省心的女王 殿下公事繁多 何必谦心于此 殿下急召臣来便是对臣的信任 殿下 交给臣吧 他是你的学生 你要负责到底 是 是 秦王府遇刺 没想到这小子竟胆大致辞 特席 你在说谁啊 就是簿局场上 有我们求那小子 看来此人不简单啊 废话 不仅不简单 而且他与秦王的关系还非比寻常 秦王竟没有把他关进大楼 而是让他入住了厢房 看来我们与他要成为朋友了 朋友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什么 长哥被阿叶抓了 被关起来了 我一大早便听到下人在小声议论 被好多统领严厉呵斥 至于关在哪里 我也没有听清 长哥 这可怎么办 长哥 房先生 房先生一定知道长哥关在哪儿 房先生 建筑 我正好要去找您呢 郡主 郡主 房先生果然是了事如神 今夜这雨 就是最大的暴震 郡主 真的准备好了吗 我害怕 郡主莫怕 想想房先生已经交代好的每一步 郡主照做电视 不会有事的 郡主 我相信房先生 自由 都是长哥护我周全 如今 也轮到我去护长哥周全了 以长哥的性子 这两日一定不隐不识 但殿下交代 要好生照料 那些守卫心下也在发慌 因为没人能担得起怠慢郡主之罪 只有你的出现才能让长哥进食 但是守卫表面拦你 实则却希望你能出现 这样他们才能脱责 记住 不要怕 守卫一定会放行的 大胆 这个是郡主 渡公有交代 任何人不得靠近相防 还请郡主不要为难小的 我听说 永宁郡主已经十二个时辰 不吃不喝了 阿爷说要好生照料 若是郡主出了什么闪失 你们担待得起吗 这 我们郡主只不过是想给他送些饭菜 很快便出来 难不成你们连郡主也要怀疑 来 郡主请 你在此等我 长哥 这 长哥 我失乐烟啊 你为什么过来 谁让你来的 不要让长哥知道是我让你去的 他不会领这份清单 你要做的就是故意露出破绽 故意向他提供一些 可以逃跑的信息 让长哥由被救 变为主动逃 这才是长哥可以接受的 七夜下雨 住人寒凉 我看护院的守卫 都冻得回了家了 就赶紧给你带了些 热糖和点心来 你吃热吃 你如何进得来 我现在是郡主 他们不敢拦我 你阿爷杀了我阿爷 你成了郡主 永安郡主 长哥 不是这样的 我不想你当什么郡主的 从你的闺房 到这个厢房 根本就不会进过后院 你如何知道后院没有守卫 谁教你的 长哥绝顶聪明 如若被他看出破绽 郡主便不许再隐瞒 长哥 你赶紧走 后院的门没有关 守卫也被支走了 有多远你就走多远 千万不要再回来 我如何信 这是你阿爷的拳头 还是杜如慧的拳头 见识就说 永宁郡主为罪前逃 死于乱剑 是或不是 是或不是 长哥 你当真觉得我恶爱你吗 是房先生 是房先生教我的 他说你信子俊 只有这样才能逃出去 房轩玲 你回去告诉房轩玲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想办法 不用他可怜我 我不想欠了这个人情 真正能让长哥打笑顾虑的 便是你们由小到大的姐妹情了 这次真正能救长哥的 其实是你 长哥 这是我心为你求来的平安府 你把他带在身上 爹能平平安安的 平安府 你们秦王府对我们东宫 上上下下下大开杀戒 你阿爷杀了我阿娘和阿爷 你要我平安 对不起 长哥 我不知道 我 对不起 永安郡主 从此之后 你我短兵相见 不共代替 你了 我 对不起 我 对不起 我 对不起 你 我 我 我要如何与我的杀父 仇人的女儿做姐妹 我数三下 你立刻走 否则别怪我无情 三 二 一 二 昌哥 我不信你真的要赶我走 然是你杀了我 能化解你对阿姨的恨 乐爷无言无悔 昌哥 乐爷 对不起 郡主 你怎么不说话了呀 难道是房先生的计算失效了吗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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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命臣将太子之喜给殿下带来了 有何异常 方才永安郡主来送我三十 属下已经检查 并无异常 永安郡主 是 郡主 来人 在 封锁红异宫 其他人给我追 是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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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太医 殿下 李长哥就是我大唐的心腹大患了 启禀殿下 我们发现了郡主的侍女 晕倒在了书房的外面 书房 快 回书房 可明 东西不见了 来人 务必把李长哥给我抓回来 是 快 快 禁遇 年轻里的身影 关进我全脸的梦里 在天明之间 年年之间 连连流动着思念 总有那么一个瞬间 燃尽我心间的荒野 总有那么一分千年 在你我之间 凝结了一切 在彼此世间 在不同世间 我在远远思念成劫 刹那跌跌深眠 变成了永远夜空里的街 总有那么一个瞬间 燃尽我心间的荒野 总有那么一分千年 在你我之间凝结 在彼此世间 在不同世间 我在远远思念成劫 就那跌跌深眠 变成了永远夜空里的街 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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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